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是森林之女 高原之女 但是自然之女 还有林山之女 说到最后还有个自我特别满意的笔号 叫木屋三人 木屋三人 有雅号啊 没有性别之分 就是木屋三人 现在听说是在北京林山又弄了一个小木屋 十四年以前 十四年 对 因为你要想他是七十八岁的老人 所以他要说起一来不来就都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没错 够我个半辈子的 但是你刚才讲啊 说是这个徐老师第五春了 这是什么话题啊 对 那个徐先生 他呢是早年间是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 然后呢去支援西藏 然后一下扎在西藏就是十八年 所以黄宗英写了青藏高原的小木屋 我们今年的八月份去看了徐先生的那个小木屋 有一点感伤 就是当年这个小木屋的照片 我们看它绿树环绕 然后轻轻的池水 可以说是 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凋零的这么一个小木屋 但是让人很欣慰的是 就是我们坐飞机 这两年经常坐飞机 看这个祖国的大地 经常看的都是那种黄沙漫漫 特别是西藏那个机场 贡嘎机场 我十几年去的时候周边是绿色的 现在完全是沙化的 连那个拉萨河也是干的干 那个这个这个长树 那河床里都长了灌木了这样的 但是灵芝老太太特别兴奋 说就说是绿如蓝 说那个那个 他这个泥洋河的水啊 仍然是春来江水绿如蓝 哦就绿的泛蓝 灵芝的始伏的山岗啊 除了山顶上部四千五百米左右以上的 是雪山以外 其他的还是绿满山崖 哎呦 老太太经常有那个失信大发 对他还有 我觉得他这么老吧 对不起啊 这么老 方林 方林八十吧 他有很多的新的观念 你比如说他刚才说的这个森林 我们大家一般说到原始森林 这是大家通常都在这么说的吧 对 他不同意 他说原始部落可以 那个是已经是过去了 但是森林它是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替换的 怎么能说是始了呢 所以应该叫原生森林 原森林呢是自然状态保持的比较完好 而且是这个随着环境啊 随着植物的本性的生长发展过程 保留到现在的 而且他在世代更替的过程中 所以讲原森林 这个是一个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 我们今年这个三月四月份去 在那个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我们都知道下一届的夏季奥运会 他们申办到了的这个城市 他们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原森林 就在城市里面 然后他的特点吧 比如说他就跟真的不是说是过去 就是现在 他在那个树冠上又长出一个小花园 它是完全是寄生的 空中花园 真的是空中花园 然后他那些老树生花 老树结果 就像他的那个 我们看到那个波罗蜜 一棵树上 第一个当刚挂着的 数十个 数十个 几十个这个波罗蜜 你说他怎么能说他是原始的呢 他这个就是在不断的在生长 他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 新生命 而且在诞生 那个在城市里面呢 一个是人家是把这个森林跟城市 跟山水市交融起来 不去尽量不干扰破坏 所以他维持原状 还有一个呢 他那有一个过去的皇族的佩特罗二世 他是个植物学家 植物学家建筑皇帝 所以他对这个自然 对植物 这些维护 跟再来改善 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好像西方历史上 你会看到很多这个贵族啊 他往往都有植物学 生态学的这种爱好 其实也不用历史 咱们现在的英国女皇的那个丈夫 他也是一个这个动物保护主义者 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 他对这个大自然的解读 他经常去给人家讲课的 这个我就就向您请教了 这个有很大乐趣吗 研究这些 就是你刚才也问我 就是到自然里面是什么个感觉 当然非常艰苦 那么但是到了那个里面 我觉得我有一个就是 是大自然的臣民 我不讲什么天然荷叶 我不讲的 我觉得我不可能做我一方 跟这个另外一方 想对应不改 我觉得我是他的臣民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港乡 高区尽量宁治云山林 在宁治海半2750的这个山岗地带 那个地方的这个树啊 它的大 它的高 高到平均这个我们调查的一公顷的 平均树高71米 啊 嗯 70 只是层楼了 那就说有一百米高的树了 因为你说的是平均吗 平均有高到八十 八十多米 你像我们在城市里 好像大家每一天日子生活安排都有计划 有规划 现在很多人都是要定出一个长远的 但是在大自然里吧 你会有很多惊喜 嗯 这个人要有惊喜 他的那个精神面貌吧 就不一样 而且他那种你盼着这种惊喜 你盼着这种变化 你像我们去吧 那个雪山 就阴天就看不到你雪山 大家都非常失望的走的时候 那个车开了 一回头整个雪山就在阳光之下就出来了 哎呦 比如说我们说哎呀 这个葬羚羊我们看不到哈 要能看到就好了 你就走着走着 一群葬羚羊就在你的车前面像让你检阅一样 哎呦 然后我在朱姆朗马峰那个盘羊 那个盘羊那个头全都是那种特别大的那个脚啊 真是为什么叫盘羊 这边看着喜马拉雅山 朱姆朗马峰 那边那个羊就在那跳水 三级跳似的 飞过去那个溪水 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 咱们好像在城市里的人 离那个世界感觉像天方夜谭了 实际就是在这个世界 我记得我有的朋友也是喜欢去那个青藏那边去考察 拍回来一个照片给我看 你就是看到这个朱姆朗马峰西洋 西洋照在朱姆朗马峰上 金山 我一看金字塔呀 我们习先生也拍到过 也拍到过 那个 刚才你看汪同学讲了 他这次 这次又去 我们一路上都互称为同 从大本营去了 跟你们说 我这次真是感到我有幸啊 我第三次拜见朱姆 拜见 前两次是61岁 70岁两次到朱姆大本营 在落地上拜见他 结果 这次王同学以前也去过 约静到尼泊尔去 去在飞机上 扰住喜马拉雅山 环形一圈 看到朱姆朗马峰 我的感觉就是在宁海绿坡上面 一条白色的巨龙 起伏翻腾 而朱姆是龙头 俯视全球 好家伙 俯视全球 那么个感觉 你看 我们在上面飞了转了一圈 我这次是真正的 在空中拜夜朱姆 第三次 而且 原来我八十岁以前 再一次在空中 拜见朱峰的这么一个心愿 你说我什么感觉 你看这 欲化登仙了 欲化 所以老拜老拜 拜的这个脸都跟菩萨脸似的 光临八十 这是光临八十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您跟不同的年轻人打交道 他们对您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就那么多年一个人在这个深圈老林里 实际上虽然很美 但是生活是很枯燥的 很枯燥的 咱们也知道 用成立人的观念 用成立人 对呀 怎么能坚持呢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这几十年整个在林子里面 我不是野人 我是野生动物 对吧 野生动物 但是我呢 活动的领域很大 有加 我也到城市里面来 祖孙三代 这一间还要调主 是吧 但是我觉得 有机会就到林子里面去啊 林子里面呢 春夏秋冬 景色隔音 它是个生长 生命现象啊 它的 莫古城中 都有很特殊的情况 莫古城中 森林里 我就把它视为莫古城中啊 声音 就是天类之音啊 我到森林里面去 我可以很安静的 听这个鸟叫啊 听这个这个夏季听蝉鸣啊 另外松桃滚滚啊 衰牛 蝉蝉啊 这是我都觉得 哎呀 对我来讲就是诱发了我这个青春年少的一些感情 这太好了 其实老太太讲的这些吧 我们我跟她 今年先是去的南美 然后又去这个西藏 老太太老哭 弄得我们呀 那个大家就在赤上一再的说你 你你你 因为我们的车 每次我们出行 这个生态游吧 就叫大巴克堂 嗯 他就一路上给我们讲这些生态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在灵芝 他有一个大树 树爷 老太太管他叫树爷 世界爷 世界爷 对了 就是他那个粗壮啊 他的那种 那个是一个柏树 这个呢 在在美国的那个红松林里面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世界爷 车 汽车都可以从那个树穿过去 然后在台湾也有一个世界爷 这个都很有名 咱们这个呢 名气不大 但是他的大 他的高 他的这个树径之大 一点不比那些小 所以也是一个世界爷 但是呢 是好心哈 说不能大家太去靠近了 去伤害他 就用水泥给圈起来了 结果呢 他这水泥圈的时候呢 那世界爷 他那个树根都都是裸露的 就给斩断了都 很明显的 他那个枣状根啊 已经进于地表蔓延了 那么像龙盘虎具一样的 结果中间砍一刀 就好像脚人的脚趾头给砍了 所以有的 我们一起去的朋友不就讲了吗 说人家好好的活了2500多年了 现在受那么伤 人家他们流血 我们心痛 你看 这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要证明了 我们国家有很多东西 目前还保存的比较完好 应该保护 有一些状态 不该在制作破坏了 应该停止 应该修复 对吧 这就是说生态修复 生态保护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就是对人 我还有一点啊 也是很感觉 就是人在社会里面 他不是讲忠灵灵什么 一直的幼灵灵到成果苏灵吗 你在这个具体地方 你有生态位 生态位 生态的位置 位置 你处在什么位置 处在什么位置 假如树木我们不分五节了 分三节 一种是被压木在下面的 对 光啊各方面的营养因素比较少的 一种是中等木 一种是优势木 树冠比较大的处于上层的 优势木呢 我们专业上有一个称法 叫霸王木 霸王木 霸王木呢 它就是占领了一个比较好的空间 跟生态位置 它影响到下面 所以我就想啊 人类在社会上也是这么个位置 但是 被压木 一般的草根老百姓 我觉得不能 从工作上 从事业上 人生上不能甘荡被压木 要没权 中等木啊 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不能光是故自身啊 中等木 相当于是中产阶级 要中等偏上 这么个争取 生长的这么个情况 优势木 你可以生长的好 但是不能做霸王木啊 对 对吧 你还要起一定的批音作用啊 你说这么一个 一个灵子里面的树木的生态位 跟社会人的生态位 是不是也应该有启示 您的植物社会学研究的好 那个我们学生长其实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也是我们常说的叫生态协调 对吧 我们我们现在保护环境了 说一定要协调这个生态 不是生态平衡 我说错 我们一定要生态平衡 这是我们常说的 像我们关注环境人常说的一句话 徐先生不同意 他说这个平衡呢 是一种量的均衡 嗯 你说天地 他有什么量的均衡 你说大海和树木 有什么量的均衡 他认为应该协调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一种生态协调 咱们现在您觉得有协调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协调不好的就是失调 生态失调了 嗯 所以讲生态平衡啊 应该是一个要素要素之间量上的均等 嗯 生态环境的这个关系 是个关系学 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个关系 要哪一个方面 跟哪一个方面能达到一个平衡 不可能 也不需要 也不现实 不需要为什么呢 平衡态 实际上是个死态 禁止状态 对 要稀调 要发展 要略有盈语 才能向前发展 属于生态协调 这个呢 我也是二十三十年前就讲这个观点了 但是因为生态平衡是选法里面都有的啊 嗯 但是您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行为 嗯 有什么是就是对这个协调有伤害的行为 这可以警示我们呢 我可以给您讲 我跟你讲 就是说现在我我这次去了珠穆朗玛峰 嗯 然后呢 我十一十年前 我去过 零一年吧 就是九年前去过这个珠穆朗玛峰 那个时候在荣布寺 就世界上最高的寺庙 就是珠峰大本营 而我这次去往前推了三公里 这个大本营 为什么 雪线上升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全球气候变化 现在有百分之九十多人已经认同了是人类的活动影响的这个过渡活动 过渡活动那这就是本来人家那块应该珠穆朗玛峰是雪山 现在联合国已经说了像这样的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化 三十年以后这个珠峰的冰川要减少百分之八十 这就是人类去影响他产生的不协调 嗯 你像大家都知道雅鲁藏布江 现在我们我们这些年来关注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两条大江 一条怒江一条雅鲁江 没有大坝来正面拦截 嗯 我们本来其实挺欣慰的 但是我们这次和徐先生我们去 他这个地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 还有挖沙的原因 还有树木砍伐的原因 就是蓝 就雅鲁藏布江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水了 就是一个干干的河床摆在那 断流 断流了 这个真的是没有就连徐先生也没有想到 说这么一条大江怎么会就几年的时间就没有水了 您觉得悲观吗 当今世界的这个大事 是不是再像一个就是没法挽回 或者说是这个天地不仁了 他就是这么样的 只能是这样下去了 这个呢 有个基本要素是无法解决的 诸如说人口 人口过多 就是说 搞生态的 搞自然的 搞环保的人 真是从国家来讲 我一定总有一个小阴谋 就是我年龄那么大了 我希望呢 我希望能有一点临别证言 我觉得干嘛 因为我都是对应这个这个这个讲 另外一句呢 就是实态 就是实态 自在那里 自在进展 为了社会的进展 为了人生的进展 这就是我的个人的自民 共民 太好了